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要我們求呢 這一長串式子的值 這個式子是什麼呢 C6取0乘上9的六次方 加上C6取1乘上9的五次方 加上C6取2乘上9的四次方 加C6取3乘上9的三次方 加上C6取4乘上9的平方 再加上C6取5乘上9 最後加上C6取6 這個式子啊 一看起來就很有什麼呢 就很有二項式的感覺 那我們只要來確認一下 它是不是呢 有這個二項的部分 你想想看哦 如果它有兩項 會是哪兩項呢 9的六次方 第一個呢 C6取0的什麼的六次方 顯然它就是呢 這個二項式裡面的其中一項 也就是這個9 那可是剩下 我們沒有看到東西冒出來啊 對不對 應該要有一個什麼的一次方 什麼的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六次方 出現在這後面 但沒有出現就代表什麼 就代表 欸 應該是 隱隱的一個 一 在這裡 隱隱的一個 一平方 在這裡 隱隱的一個 一的三次方 隱隱的一個 一的四次方 隱隱的一個 一的五次方 最後這裡有一個 一的六次方 對不對 啊這樣子 是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整個式子的 值 對 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呢 原式啊 根本就可以把它想像成呢 用二項式的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9 加上呢 1 括號的什麼 六次方啦 所以呢 不是就是十的六次方 所以最後你算出來就是十 後面有六個零 答案就寫出來了 所以這樣子的東西 有的時候遇到看起來很複雜 不要太緊張 基本上就是看清楚 分析清楚 他到底這個二項式的二項式 哪兩項 到底是哪兩項 一個常常是看得到的 另外一個看不到的呢 就常常是一囉